再来马来西亚莲花干明 弟子再请问师佛 释迦牟尼佛有说本身经 师尊会说自己的本身经吗 包括下一个转世的音乐 师尊会不会一样正面出来 所有真佛中的十八大莲花童子 跟仁波切跟佛佛感恩的心 这是马来西亚莲花干明问的 仁波切就是佛佛 仁波切就是佛佛 在中土我们称为佛佛 在蒙古称为浮屠客徒 就是浮地浮屠 在中土就是在我们中国大陆台湾 就称佛佛 或者佛爷 佛爷也可以 在蒙古就是浮屠客徒 在西藏就称为仁波切 另外还有很多称呼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像那个浮屋 浮屋 浮屋 浮屋也是佛佛 所以我们称为浮屋 浮屋 浮屋 这只是一种藏语的花音吧 它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称呼的 大部分的蒙古就叫浮屠客徒 浮屠客徒 那西藏就叫仁波切 然后在中土就叫佛佛 台湾也叫佛佛 也叫佛爷 不是的 也有叫祖古 祖古 祖古也是佛佛的意思 祖古 祖古 仁波切 都是佛佛 那么 释迦摩尼罗有讲本身经 师生会说自己的本身经吗 我告诉你 我一起 我想起了我的过去世 在我的心中 切实 我有我的过去世 释迦摩尼罗讲本身经 他是行菩萨行的时候 有五百事 五百事行菩萨行 本身经里面都有 师尊在于师尊的心中 有几事 我曾经有一事啊 我自己在打坐当中啊 我发觉自己 我发觉自己 灭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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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灭捕 丁丁 死了 我发觉我躺在那个 一个很高贵的床上 周围好多的人围着我 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围着我 还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城子 城啊 大城围着我 还有很多的后宫家庭围着我 我躺在一个很高贵的床上 然后天天把眼皮闭起来 就看不到他们了 然后就一片黑啊 我可以溢起来 想起 在我的脑海里面有 有这一世的经过 我还溢起来 我以前这个生长的地方 在哪里 有一世 我又几世是在日本 所以我一到日本 你用五 我一到日本 我就会讲日本话 很奇怪 我不是去到药集 就跟那个药店的老板讲 阿达玛一带 阿达玛一带 我不会讲香港脚 有一个同盟 他要买香港脚的药 拜托我去买 你就把脚伸出来 我就讲一勤 一勤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 結果 他真的懂了 就真的啦香港小妖怪 那我到日本 我自動就會想出 很多的日語 非常多非常多的日語 就會講你好過 我會講 初めて よろしく 愛してる いきましょう 就會自動的 講了很多的日語出來 因為我在日本 我呆過 日本 我曾經是在日本呆過的 然後在中國 我也呆過 在印度 我也呆過 生長在印度 然後在非洲 我也呆過 在非洲我也呆過 在歐洲 我也呆過 有幾個國家 人間 我是講人間 天上 那是天上 天外之天的死 所以我 應該也可以講自己的本聖經 下一次的轉世音言 老夫不來了 但是 我又這一次 我腦筋糊塗了 不要忘了 還講了一句 生生世世要度眾生 你媽的 你媽的 我有時候糊塗啊 這糊裡糊塗的時候 糊塗的時候 就會講這種 發怨啊 什麼樣子 人家發什麼怨 我就跟著發什麼怨 發了以後才後悔來不及 發了怨 生生生世世 要度眾生 還好啦 沒關係 我回天上去 下來度眾生 人間一百歲 天上也不夠是 大概半個月吧 還好 那師真會講自己的本聖經嗎 那看看時間夠不夠 因為本聖經也很長 你看那麼多的事 另外十八大蓮花童子 也認了幾個蓮花童子 跟仁波切 跟佛佛 一樣可以 把他正念出來 像那個丹真咖措 徒登世帝 他們 像徒登世帝 是地上王菩薩的 的轉化 丹真咖措 是那個 這個草劫世 草劫世的 西藏草劫世的 這個丹真佛佛 那地方叫做 十方隆藏 那地方有一個地名叫十方隆藏 十方隆藏 十方隆藏 的地方 有一個世 叫做草劫世 有一個佛佛 他那裡轉世的佛佛 一共有 三十幾世 三十幾世的佛佛 其中那個丹真佛佛 這轉世 是第三十幾世的佛佛 差不多三十世 他差不多是三十一世吧 這個丹真佛佛 我跟他起的名字叫丹真佛佛 沒想到現在 現在目前十四世的達賴喇嘛的名字 他也叫丹真佛佛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真正的藏名叫丹真佛佛 他也叫丹真佛佛 但是他不是達賴喇嘛 這西藏的名字都是差不多的